台湾男星杨幼玲 完美示范 什么是苦唱呼嘴 太太Melinda 王荣荣的自家护肤品牌 进驻国际连锁美妆店 在香港搞互动 游游这位24校老公 当然要出力支持老婆 这对顏直和身形 都没得输的夫妻 面对传媒大方放闪 拖手之余 又比心心 甜蜜到爆 游游真的可以认真考虑 做太太自家品牌的代言人 做那位代言人 目前没有这样的预算 我当然很希望 接下来有这样的预算 你收费有高吗 我们会有一个 夫妻的price 那你还记得酬劳吗 这一次 这一次 我们就不谈酬劳 我们就是 一个真的很爱他们的东西 很爱我太太 然后希望能够支持她 这样一个出发点 那会互相擦保养品 还是能够出发出去 互相擦保养品是在家里面 演偶像剧的情节 不会啦 但我觉得 我觉得是因为 我自己本身是很爱冲浪 对 那就每天早上 我要去冲浪的时候 我太太她就会 非常的提醒我 就是说 你的防晒有没有带 你一定要记得擦防晒 然后回到家 她也会提醒我就是 一定要做好那些清洁的动作 然后一定要保湿 悠悠夫妇 今次香港之行 只得三天 来去匆匆 所以就没有带两个女儿同行 不过悠悠就说 因为太太的关系 迟下一定会带爱女儿来香港玩 计划就是下一次回来的时候 就希望可以多留时间长一点 对 来个七天十天 然后可以带小朋友回来 对 那 因为我觉得这边是 没有长大的地方 所以也会很想要带小朋友来 走一走 看一看 然后 我觉得香港也很适合小朋友来玩 对 所以我们应该会再这样计划 那这几天会不会很想念 就是女儿们 她们现在很小 二打二 那对 是 所以我们每天 我们每天就是 像昨天没有很多访问 访问结束 我们两个就赶快打 视频召唤给小朋友 悠悠两个女儿 分别是两岁多 和差不多两个月大 有女儿万事足的她 很享受做爸爸的生活 悠悠一向 有落手落脚照顾小朋友 难怪她对臭B这么有信心 你目前的话会一打二吗 我觉得我可以 你拿手的项目是什么 会未来或是什么样的工作 我自己认为我拿手的项目是唱歌 对 会唱歌 对对对 就是唱歌 但是因为我也是在 我哄大女儿睡觉的时候 我大女儿她那个时候 刚开始会说话 她居然跟我说 爸爸不要唱 就贤心 她嫌弃我的歌声 她嫌弃我的歌声 她可能怕我累 我觉得我女儿是比较贴心 对应该不是嫌弃我的歌声 她太太通过食材的触度很快 是 是 感觉她生第二个宝宝 恢复得比第一个还快 对 所以那个家里面的那个婆婆 奶奶就会一直跟她讲 说你很适合 好 不要给她压力 不要给她压力 又又担任监制 兼主角的性治疗题材剧集 请来Ella、杨锦华等演出 又又和Ella扮演 未能享受龟房乐的新婚夫妻 剧情都挺大胆的 它是一部蛮有趣的戏 当然希望到时候 也能够带着这部戏来香港 对 那个尺度方面是最大的 关于比较大尺度的部分 我们都转交给杨锦华 对 然后我可能在这部戏里面 扮演的是比较可爱的部分 我们在对于剧本 跟一些剧情上面的拿捏 还是有稍微拿捏 那我觉得可能 不是在画面上呈现的大尺度 我们可能是在一些话题 跟议题上面 希望可以讨论到一些 平常可能在华人市场里面 比较少探讨的